古装其唤清喜剧看见缘分的少女马上要定当了 是一部原创剧本 全员都是高颜值 对于喜欢看帅哥美女的观众来说 就是一场颜值盛宴 可以大饱眼福 剧中几位青年男女都身负异能 男主为其是侯府独子 风流倜傥 才华横溢 妥妥的天之娇子和学霸 他天生姻缘坎坷 每段婚约都无疾而终 大家背地里管他叫客婚男 他表面云淡风轻 私底下是位不折不扣的判娶男 女主周元是暴力女青年 长相甜美 性格直爽 他不仅武力直超强 还拥有可以看见人与人之间的缘分联系的异能 行使异能的副作用 不能对人动情 轻则心计晕倒 重则卧病不起 他直接见证和间接撮合了很多对恋人 就是自己不能谈恋爱 是货真价实的恨嫁女 更是无可奈何的恐婚女 他女扮男装进入青云书院 跟书院小霸王魏琪成为死对头 让众多男同学对他都闻风丧胆 周元和魏琪被称为元气CP 其实在周元来书院之前 他就跟魏琪交过手 在武力上 天生武学奇才的周元占上风 在语言天赋上 被称为毒蛇之男的魏琪略胜一筹 身份和阅历截然不同的他们 在见念就掐架的日子里 从针尖对脉盲到心心悉心心 尤其是女子汉周元的一系列英雄行为 保护兄长守护族人 还有独特的思维模式 清醒独立 敢于牺牲 不轻易流泪 都吸引着魏琪 拿二号宁兰是前任山贼大王 如今金盆洗手当上了画本先生 他热衷书写英雄传奇 升级打怪 三七四窃种马文的故事 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 通过书中主人公来实现 好像起点难停携手 外表俊朗 热血仗义 心地善良 他拥有的异能 是能将语言化为攻击 也就是说 他本可以靠武力解决的事情 只要动动 嘴皮子就能解决 行使异能的副作用 每到关键时刻 总是不能说出真心话 女二号林烟 是文静温柔多金的骗子大小姐 外表温暖 性格稳重 最大的爱好 就是看画本和写同人们 好像尽将女婷写手 她的异能是 莫读 就是能根据人的样貌 读出过去 宁兰和林烟被称为蓝颜CT 一个能动口绝不动手 一个能莫读 绝不开口 这交流的方式是别出心裁 这喜欢的文风是天壤之别 她们能走在一起 属实让人出乎意料 算是物极必反而吸引吧 男三号里面是风流少爷 桃花很多 却极少动情 女三号必省月身份尊贵 停时喜欢以小乞丐的装扮试人 心命是吃货一枚 不太懂人情事故 喜欢直求追爱 拥有梦之易能 就是预知未来的能力 万万没想到 李年竟然被必省月给收服了 李年和必省月被称为李帝CT 这里提一句 李年根位起都是清云书院的天之骄子 因此少不了相爱相杀 得称为天骄CT 男四号裴音清临族人 月下楼现任楼主 年龄成名 是帮人结音人的先人 外表俊美如折仙 性格却是财如命 优点是熟悉人间的三教九流 缺点是花钱无度单于享乐 工作上却是靠谱的 女四号崔莹 家族女眷世代都是结缘司长士 做事认真负责 她跟裴音既是同事的关系 又有着一敌一友的关系 被称为打工人CT 周元和林烟喜欢刻画本理的CT 被称为助攻CT 在古装剧中加入异能元素 有别于仙霞和玄幻 跳出穿书 穿剧 停行时空等概念 异能青年集结 既相互制约 又相互辅助 带来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画面 在欣赏帅哥美女的同时 还能开怀大笑 剧中不止男女主个性先宁 八个主要角色都有自己丰懒的角色人生 三队主CT花式撒糖 多队CT任意组合都很好磕 喜欢看颜值的 热衷科CP的 爱好奇幻元素的 这部剧统统都满足 感谢您的观看